11月24日就是选举投开票日 南投县选委会14日至20日 将办理12场次的县长及县议员候选人 电视证件发表会 地点就在南投县政府地下2楼的大礼堂 由县内有限电视台以实况转播并安排重播 选委会邀请选民踊跃收看 可以更加的认识候选人的证件及报复 在选举日当天投下神圣的一票 县府以及选委会人员加紧脚步布置会场 因应11月24日选举投开票日日渐接近 选委会分别在11月14日起 共举办了12场次的县长候选人 以及县议员候选人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由县内有限电视台 在第三以及第四频道晚间六点起实况转播 并于隔天早上九点重播 欢迎选民踊跃收看认识候选人的证件以及报复 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定于11月24日上午8点至下午4点举行 为了让各位选民了解候选人的证件 定于11月14日至20日 举办两个场次的县长候选人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十个场次的县议员候选人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分别在有限电视第三台及第四台 以现场实况转播的方式播出 请各位选民准时收看 投票日当天 请各位选民 攜带国民身份证 印章投票通知单 前往指定的投开票所 投下神圣的一票 县长候选人证件发表会 将于11月14、19号晚间六点举行 由县内有限电视台直播 民众如果错过直播 可以在11月15以及20号两天上午9点收看重播 县议员候选人证件发表会 从14号开始到20号 共举办10场次 选举公办电视证件发表 由县内中投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在第三第四频道转播现场实况 县府大厅已架设大型电视萤幕 让媒体以及民众观看 欢迎大家一起关心南投未来发展 以及候选人证件以及报复 在选举日当天投下神圣的一票